人人都喜歡在家裡吃飯 我知道太子裡有一間阿媽靚湯 它標榜食物是無味精 和和我媽媽煮的食物一樣好吃 讓我現在進去看看它有多真材實料 在我旁邊就是阿媽靚湯的老闆李珊 李珊 你好 我知道你開阿媽靚湯差不多五年了 其實有什麼宗旨呢 你又想帶給食客一些什麼感覺呢 其實顧名思義阿媽靚湯 就像我們回家吃東西一樣 我希望太子給顧客家的感覺 那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概念呢 因為我發覺我和太子外吃飯都很困難 因為外面的食物比較微沾重 我很多時候有碗油 那我就很希望呢 我吃到一些比較健康 少油啦 少鹽啦 少糖啦 味道沒有那麼重 但是呢 環顧周圍都很難找得到 那當我自己有機會開這間店那時候 我就覺得呢 好像我這樣想法的人應該很多 清淡不是特別不好的味道 清淡可以很好的味道 就不是在菜式那裡去花巧 而在食材那方面呢 那個鹹酸和製作那時候呢 比較認真一點 這個菜的特色在哪裡呢 就說呢 香港我相信很少人這樣煮菜 嗯 這個菜是什麼都沒有 我想的時候我沒有豉油的 我沒有蠔油的 沒有油的 不是真的不是油菜 是清菜 那客人是需要我才會給蠔油的 嗯 那我發覺呢 這樣吃法呢 很多客人都很重 嗯 他們不想吃得很重 很重 嗯 所以我們那個出現呢 就正正是 不要動到他們的地方沒有需要 嗯 我知道呢 你這裏的太子飯都很出名 還有呢 它的名字的由來都很有意義的 在每一個媽媽的心目中呢 她的兒女都是公主 王子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店舖就是太子 嗯 所以我們就叫太子飯 嗯 其實呢 它就大概七八樣材料組成的 嗯 有紅米 有白米 有鮮薯米 有沙角 有菜 有南瓜 大概七八樣拌成的 嗯 那個質感就好像炒飯那樣 但是就不是炒飯來的 嗯 那這隻飯我們很多客人很重 還有吃下去呢 很有口感啊 有很多不同的質感在裡面 是 我面前呢 有個一品的素菜鍋飯 五藍色的 全部都是素菜 那其實呢 我看到它的粟米呢 粒粒呢 都是好像人手一樣 撕出來的 不過道理呢 就是呢 一般來說 就是人們用刀會批 但一批的時候 粟米的頭就即是沒有了 那些營養會流失了 當煮的時候呢 很容易就軟了 沒有了口感 嗯 是啊 我看到這個粒粒都還在 整粒粒粒 整粒粒粒這樣煮呢 無論它怎麼煮呢 它都有口感在那裡 甜味啊 那些營養就留在那裡 嗯 很甜啊 那這個就是我們 小小的心意 那這個一品素呢 嗯 很多人喜歡吃 第一清呢 番茄湯底 是啊 那所有素菜 所有的番茄 菜啊 豆的全部都是新鮮的 即日的 我們的廚師是每天出現街市 看哪些新鮮 哪些美的 哪些街市訂 我們才會買 嗯 那所以每天 有時候這隻魚嶺 有時候那隻魚嶺 或者有些海鮮 那樣 那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是即日清 嗯 每天都是新鮮的 我們這裏比較少醜 嗯 多數是蒸的 很多東西是蒸的 很多東西是沒有油的 甚至我們的湯 我們每天只有一碗湯 嗯 我們要媽媽的湯 每天一碗湯 但是我們就很樂心 去煮湯 啊 那所以那些客人 很多人呢 是回來是餵的湯 啊 甚至是買酒 都是餵的湯 我們就沒有了 很多種湯 他們選擇一種湯 但是每天不同 根據那個時節 根據那個季節 我們會墊的湯 嗯 我們的湯是賣得非常容易 嗯 另外呢 我們很足足的飯 雖然是白飯 但是我們很足足的 那麼呢 只要我們的白飯做得好 我們的湯做得好 一走呢 會回來 嗯 除了食物之外 我們還希望那個氣氛 是給我們 很溫馨的感覺 很溫馨的感覺 嗯 就好像來這裏吃飯 就好像回家一樣 嗯 多謝你了 今天 剛剛試完這些菜 果然都沒有味精 跟我在家吃 一樣都沒有分別 將來我不在家吃飯 都一定要來這裏吃 阿媽靚湯的地址是 太子道西100號 至於交通方面 可以搭港鐵 在太子站C2出口 又或者搭巴士1號 2號A 6號 58X 87D 都一樣可以來到這裏 fried家 一陣子 增爭 一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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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新生活